作词 李宗盛 我在这里 舍牵寻求你 每个清晨夜晚 补助地寻求 我在这里 聆听的心意 亲爱主耶稣 可我欢迎你降临 我在这里 舍牵寻求你 每个清晨夜晚 补助地寻求 我在这里 聆听的心意 亲爱主耶稣 可我欢迎你降临 主耶稣 我的耶稣 我心充满欢喜 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 主耶稣 我的耶稣 我心充满欢喜 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 主耶稣 我的耶稣 我心充满欢喜 因为我有耶稣 主耶稣 我的耶稣 我心充满欢喜 因为我有耶稣 在我心充满欢喜 因为我有耶稣 我在这里 我的耶稣 我的耶稣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耶稣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回应你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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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耶稣 主耶稣 我的耶稣 我心充满欢喜 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 主耶稣 我的耶稣 我心充满欢喜 因为我有耶稣 我心充满欢喜 因为我有耶稣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回应你的爱 我在这里 我回应你的爱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耶稣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回应你的爱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耶稣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回应你的爱 我心充满欢喜 因为我有耶稣 在我心 主耶稣 耶稣 或是充满感恩 以为我有 耶稣 在我心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心充满感恩 因为我有 耶稣 在我心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弟兄姐妹们晚上好 欢迎你们上线 一起来学习 有关梦的解说 这个课程 那么最近呢 我看到有一则 有关梦的幽默小品 要在这里 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个幽默小品里面 提到有位男生 跟他的女朋友的对话 那男生对女朋友说 亲爱的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 见到你 早上醒来 裤子湿了一片 他女朋友 娇羞地问道 亲爱的 那你昨天梦到我什么了 男生说 昨晚我梦到你卸了妆 看到你没有化妆的脸 把我吓得 屁滚尿流 结果女生 赏了男生一个耳光 生气地 转身 就走了 所以有关 这个梦 如果是 跟你女朋友 有关系的 最好是好梦 不然的话呢 你就遭殃了 那在上一堂课里呢 我们已经看过 有关异梦的一些特征 那在这堂课里 我们将会探讨 在圣经中的一些 解梦的范例 那我们会来看 有关 旧约圣经里面的 九证 善长 还有法老的梦 我们先来看 九证之梦 那我们翻到 创世纪四十章 九到十三节 圣经说 九证便将他的梦 告诉月色说 我梦见在我面前 有一棵葡萄树 树上有三根枝子 好像发了芽 开了花 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 法老的杯在我手中 我就拿葡萄 挤在法老的杯里 将杯递在他手中 月色对他说 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 三根枝子就是三天 三天之内 法老必提你出间 叫你官复原职 你仍要地杯 在法老的手中 和先前做他的酒阵 一样 那从这个梦里面 我们来看 首先 葡萄树 挤葡萄 法老的杯 都是关于酒阵 他的工作 那通常呢 葡萄树在圣经里 是一个好的象征 但在这里 特别是指 他的工作 是酒阵的工作 所以很多时候 在节目的时候 那做梦人的背景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梦中 他看到发芽 开花 这代表一种新的开始 或者是一个恢复 原状的一个指标 那三根枝子 代表三天 因为葡萄枝子 开花成长 是需要时间的 然而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呢 那个葡萄树的枝子 长得很快 所以呢 这个三 不是代表三年 或者是三个月 应该是三天 结果呢 这个梦就像 约瑟所讲的 三天后 酒阵会 官复 原子 那我们看 第二个梦 是三长 之梦 我们看 创世纪四十章 十六 到 十九节 圣经说 三长 见梦 解得好 就对约瑟说 我在梦中 见我头上 顶着三螺 白饼 祭上的 螺子里 有为法老 烤的各样食物 有飞鸟 来吃我头上 螺子里的食物 约瑟说 你的梦 是这样解 三个螺子 就是三天 三天之内 法老 必 斩断你的头 把你挂在木头上 必有飞鸟 来吃你身上的肉 三长 也是梦到 跟他个人背景 有关的东西 给法老 考的食物 飞鸟 来吃 螺里的食物 是代表 死亡 因为在那个时代 很多犯人 死刑 都是被挂起来 然后让飞鸟 来吃犯人的肉 所以在这里的解析 也是跟当时候 做梦人的背景 有密切的关联的 再者 摆设在圣经里 是一个好的颜色 但在这里 因为螺子是代表 它肉 就是死亡 所以摆设 就不是代表 好的意思 还记得吗 摆设的例子 所以虽然摆设 是好的颜色 但是在这个梦里 这白色的饼 是代表 做梦者的肉 就是说 它会死亡 所以这个白色 就不是好的颜色 在当时 包着死人身体 是摆麻布 所以在这里 白色是指着 包尸体的摆布 最后 三个螺子 代表三天 因为烤饼 也是不能放久的食物 特别是当时的科技 还不是很发达 所以烤出来饼 不能放太久 所以三个螺子 就代表三天 所以 也因为这个缘故 当时的善长 他们需要 常常的烤新鲜的饼 给法老吃的 所以 这三螺 是代表一种的时间 特别是指说 三天 总体的意思 就是说 三年后 善长的脑袋 就要被 法老给搬家了 就是这个梦 大体的意义 那我们第三来看 这个法老之梦 是在创世纪 41章 17到24节 法老对于耶稣说 我梦见我站在河边 有七只母牛 从河里上来 又肥壮又美好 在炉地中吃草 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 又软弱 又丑陋 又干瘦 在埃及遍地 我没有见过 这样不好的 这又干瘦 又丑陋的母牛 吃尽了那以前的七只 肥母牛 吃了以后 却看不出是吃了 那丑陋的样子 仍旧和先前一样 我就醒了 我又梦见一颗麦子 长了七个慧子 又饱满 又加美 随后又长了七个慧子 孤考 细弱 被东风吹胶了 这些细弱的慧子 吞了那七个加美的慧子 那在法老的时代呢 牛啊 和麦子都是社会 和个人经济能力的指数来的 所以法老 他代表一个国家的元首 他梦到牛和麦子 就是代表一个 会影响到全体国民的经济震荡 肥壮美好的母牛是风云 干受丑陋的 干受丑陋的是贫穷 后者吃掉前者 表示之后的贫穷 会大于之前的丰盛 而吃了肥牛后 却还是一样 干受丑陋 所以可见 后来的那个 饥荒是非常的严重 那东风呢 在圣经里是代表审判 河流在圣经里 通常是代表圣灵 或者生命 也可以指做流动的东西 好像议题 因为河流是不断在流动的 从一点流到另外一点 而在这里月色分辨出来的 是特别指做时间 不断地在流动 牛是从河里上来的 可见是非常可怕的牛 也印证了这个解析 代表社会福利的东西 因时间里流逝 会有不同的变化 再者 七是代表年 因为通常农夫 耕耘循环是一年 所以这里 在这个梦里 七就是指做七年 法老站在河边 是代表他权柄地位 能看到整个情况 所以这就是法老所做的梦 无论是牛 无论是麦子 都有七年 风云的 好收成的 这个景况 但是随后有七年 却是非常干旱 平发的一个状况的出现 那么在这里说明一下 梦里的情景 常常会不合我们自然界的物理原则 是因为属灵的定律 是跟自然界大不相同的 所以最好表达方法就是比喻或者是图片 而图片就是圣灵的语言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梦里面有很多的预表 还有一些图片 好像牛啊麦子啊等等 那么呢 所以我们要知道 在这个异梦里面呢 神通常是用这些的语言来跟做梦者沟通的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 我们也看到主耶稣 他在教导的时候 也时常用比喻 看他是如何用属世物体来代表 解析属灵的真理 这就是异梦预表后面的同样原理 所以我们看到异梦 还有耶稣的比喻 都是用同一个路线的方法 就是用一些实体的物件 带出一些属灵背后的含义 所以比方说举个例子 在马太福音13章 主耶稣就讲到杀种的比喻 对不对 所以就是有很多这些的预表 包含在里面 种子是一个实体 但是背后是有属灵的含义的 所以我们看到 主耶稣也常用当时候 他们人们所熟悉的一些物件 来作为他比喻的教材 所以同样的 神也可以用做梦者 他所处的环境的事物 当时代 他所熟悉的一些物件 来作为这个教材 带出属灵的意义来 如果梦见相似的梦两次 就代表这个讯息的激迫性 就像法老 他连续做两个梦 牛的梦 还有麦子的梦 所以这样连续两次的梦 但是那讯息都是大同小异的 那么为什么有两次呢 就是要带出他迫切性 是很紧急的 这事情很快就要发生 那么因为呢 这个大型的饥荒 不只是会影响到埃及人 也会延伸到整个迦南地 就是雅各他们所住的地方 如果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因此饿死呢 弥赛亚就无法来到这个世上 拯救人类 所以呢 这个事件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神 一定要通过异梦 来提醒这个法老 将要发生的事情 因为跟神最终的救赎计划 是有密切关联的 而法老在这个月色 替他解放之后呢 他的应对也是非常棒的 他马上提升月色来治理 他的国家 在月色这个时代呢 法老应该是 属于那品质中上的法老 所以他会用人 用得恰当 不像摩西那时代的法老 他的心 却是非常刚硬 那么在这三个圣经里头的异梦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其实这三个梦 都是非常有地位的人 为做特殊的情况 而做的特别的梦 而月色也是一位神赐以 特别解梦恩高的器皿 今天神同样 也会赐给他所拣选的一些人 有特别解梦的恩高 但每位神的儿女 还是可以借助圣经的原则 和聆听圣灵的声音 来解梦 而如要帮人解梦 需要知道做梦人的喜好 背景等等 在此呢 我们就看到呢 就是神 能够兴起一些特别有恩高的人 来解梦 但是呢 我们不要因此就气脸说 哎呀 我没有这个恩高 只要我们凭着圣经的教导的原则 虚心的学习 靠着圣灵的引导 我们仍然也是能够做到 这个解梦的服事的 但是呢 我们必须在解梦之前呢 要了解做梦者的个人喜好啊 他背景等等啊 这些基本的讯息 我们必须要有所掌握啊 同时呢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啊 神也能够通过异梦 跟非信徒沟通的啊 比如说 刚才我们看到九镇 三长 法老 他们都是非信徒 但神仍然能够借助异梦 跟他们沟通 所以不要以为说异梦 只是基督徒才有 不是 神也可以通过异梦 来跟非信徒来沟通的 那么我们也听过很多的见证 有关一些其他宗教的 信仰的一些信徒 就是因为 耶稣在梦中向他们显现 而导致他们最后呢 就归向了主 信靠了主 所以神可以通过异梦 跟非信徒来沟通 那大部分的异梦呢 是显示性的 就是review 就是把做梦者的一些状况 显示出来 而有异言性的异梦 叫prophetic dreams 是比较少有的 因为一言性的异梦呢 通常是赐给有先知之分 或有圣灵启示恩赐的信徒 所以有关这个一言性的异梦 prophetic dreams呢 通常神会通过那些 有先知之分的人 或者是有特别 圣灵恩赐的一些信徒 向他们所启迪的 一般的信徒呢 或者一般的人呢 如果他们有异梦的话呢 一般上只是那种 显示性的异梦 就把做梦者的一些状况显示 所以我们要稍微的理解这一点 但是呢 虽然是这样说 我们也要知道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神也许会对一个平常 没有这方面恩赐的人 以异言性的异梦 prophetic dreams 跟他沟通的 就像刚才我看到的 我们看到的 那法老 他不是一个信徒 神就通过这个 一言性的异梦 跟他沟通 那是一种 特殊的情况底下 所发生的 但是一般来说呢 这种一言性的异梦 是神会 直接跟那些 有先知恩赐之分的人 来沟通的一个途径 虽然如此 我们有的时候呢 还是会做一些有关于 未来方向的异梦 所以我们 虽然没有那种所谓 一言性的异梦 但是 在我们的领受的异梦里面 可能也包含那些 未来方向的异梦 只是呢 会比较大体化 不会在日期时间细节上 那样的详细 是不会的 只是比较笼统的 大体化的 那种 未来的 那种的显示 所以这一点 我们必须 要了解 这就好像 每位信徒 都可以受感受化 都会 就算他们没有做先知的 子分 所以我们知道 虽然可能我们 一般的信徒 不是先知的 子分 但是呢 我们仍然是 可以有 领受到异梦的可能性 甚至那种 一言性的异梦 只不过是呢 不会这么的详细 是会比较大体化 这种的异梦 所以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 去了解 那接下去呢 剩余时间 我就要跟诸位分享 一些有关 现代的异梦 以及如何的 去讲解 首先我们来看 有关一个 足球比赛的 一个异梦 那我先 把那个内容 跟你们分享 有位年轻的姐妹 在梦中 看见自己 离开了一个 里面 坐有 教会弟兄姐妹的 房间 独自走到 隔壁的一间 房间 看电视 那个房间很大 像一间酒吧 里面有一个 很大的 电视荧光幕 正在播放 足球比赛 有一名球员 正在凌空 起脚 射替 这个筑球 对方一名球员 一同时用头 去顶那个球 但可能因为 双方距离太近 而且用力过猛 那球员的气概 竟然与对方 球员的头二相撞 结果双方 都受伤 流血了 看到这一幕 这位姐妹感到惊讶 突然 在空中又跌下 另外一名球员 刚好落在 两人 正在流血的地方 姐妹 就被 吓醒了 那么 有关这个 做梦姐妹的 实际的背景 跟你们分享一下 那么 这位做梦的姐妹 她名字叫 小芳 她正在考虑 要离开自己 所述的教会 转换到另外一间 在 隔壁街的 教会 小芳 想离开自己 所述的教会 这主要原因 是觉得教会的 信仰方式 从对圣灵的 开放 逐渐 转向 传统 保守的方式 而 隔壁街的那间教会 却是对 圣灵 开放的 这是 做梦者的 现实的背景 那我们怎么样去解 这个异梦呢 这是一个具有 预言性质的 梦境 圣灵告诉小芳 转换到 隔壁街 教会之后 她将会 目睹的 事情 小芳离开一个 有弟兄姐妹 坐在里面的房间 走到 隔壁的房间 是象征 她离开 自己所书的 教会 去到 临街的 一间 教会 这个房间像个酒吧 酒吧是卖酒的地方 而酒的其中一个英文 同意词是 Spirit 暗示 圣灵 因此小芳是走进一间 对圣灵 开放 或者着重圣灵 工作的 教会 酒吧里面的 大殿式荧光幕 是象征小芳 在这间教会里 将要目睹 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教会当时 正要发生的问题 足球比赛 象征一场竞争 或者是冲突 一个互不相让的情况 竞赛当中 一方球员的乞丐 与对方球员头二相撞 气概象征祷告 我们驱袭祷告 引申为注重灵界 灵恩 属灵经验 以圣灵主观的信仰 行事方式 那头二呢 象征思想 引申为注重理性的思维 头脑致思 概念逻辑的信仰的 行事方式 二者相创在一起 象征两种不同的信仰 行事方式 正起了冲突 也就是说 小芳正想加入的教会 内部有两派的人 在为教会应该走的 灵恩路线 或者是传统理性的路线 而处于不合的状态 小芳也看到 在空中又跌下另一名球员 刚好落在两人 正在流血的地方 这象征 有人会继续从外面 加入这间教会 掉进这两派人的冲突当中 圣灵在梦中 向小芳展示了 这间灵阶教会的 真实内部情况 然而 却没有表示赞同 或反对 他加入这间教会 圣灵有温柔的一面 他让小芳自己衡量 该如何选择 经过祷告和考虑之后 小芳还是决定 加入这间灵阶的教会 后来 他果然亲眼目睹 梦境所显示的教会光景 他也明白自己 必须靠神的恩典 不看环境 专心的侍奉主 所以我们看到 神事先通过这个异梦 提醒了小芳 如果他要转会的话 他将会看到一些的状况 但神没有 做出任何的 这个显示 如何去选择 他让小芳自己 去酌量 去做出 他所要做出的选择 但是必须要面对 他选择的后果 所以这就是这个 异梦的 主要的解析内容 好 最后我们看 另外一个 现代异梦 是有关回家的梦 我们先看一下 梦境的内容 小芳在梦境中 正要回家 自己在一条走廊中 行走 走梁 两旁有很多扇门 她走来走去 都找不到 自己的家门 她迷路了 后来有扇门打开 小芳教会的传道人 从屋里面叫她 小芳 这里啊 你的家在这里啊 小芳就进去 然后她就醒了过来 那我们看看 做梦者现实的背景 做梦者小芳正在和教会里 因为婚姻出了严重问题的 因为弟兄产生了感情 教会的传道人 为了阻止这种 不和神信义的关系发展下去 也想保护小芳 免受不必要的情感创伤 极力的劝她 要停止 以这位有夫之夫来往 但是牧者的关怀和劝导 反而让当时 意乱情迷的小芳觉得 两人情投意合的恋爱 却遭教会无礼的打压 因此她变本加厉 亲近这位弟兄 最后两人发生了性关系 之后呢 小芳就做了这个梦 那我们怎么样来解这个异梦呢 首先我们看到小芳回家 是象征她正要寻找归宿 寻找一个安息之所的意思 小芳看见很多闪门 却找不着家门 并且她迷路了 都象征她迷失了人生的方向 无所适从 想寻找心灵安息之处所 但却找不着门 那传道人呢 在这个梦中是象征神 她从物理教小芳回家 是象征这位满有慈爱和宽恕的神 对刚犯了淫乱罪的小芳 实声的呼唤 向她表示归宿的所在 就是回到神的身边 然而 这不表示神要呼召小芳守独生 去侍奉她 只是在这次情感的事件上 先要悔改和回到神的面前 才是她得着安息之道 那梦里呢 小芳进到传道人居住的单位 象征她迷路之后 身体疲倦 心理后悔 愿意顺服神的呼召 而浪子回头 小芳明白神在梦中 给她的信息之后 心中感动不已 痛哭流涕 向教会的传道人 表示愿意悔改和听从 传道人的指导 而且立即的断绝了和这位弟兄的交往 专心仰望神 引导她将来的婚姻 这就是这个异梦 一些主要的解析的内容 好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在下一堂课 我们再继续探讨 这个梦的解说 这个课题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